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的观念而让这个本身自身该有的力量消失掉 所以现在我会先用灰干的方式去呈现 让各位球友看出这两种的差异性差别在哪 而并不是要告诉各位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 OK 那我现在先做第一种类型 我会先从轻的慢的去看出这些差别 好 这是第一种状况 像是这样 OK 这是第一种 那我现在用比较慢的速度去做一次 只是比划并不会太大力的击球 所以会看到有些球友在击到球之后 从他的收干的动作看起来会是比较像是这个样子 我的形容是hold住手腕靠转身去做击球 这是一种方式 那另外一种是 OK 像是这个样子 我一样先轻轻地打 好 那现在呢 我再打一颗慢的 只是一样做个比划的样子 来看出这样子的一个差异 好像我到这边 我刻意刚刚先去慢下来 有一个释放 回正 打球的一个动作 有一种会是hold住的结束 另外一种是可以看起来是比较像是完整性的一个收干 那什么是自然本身的本能的力量 我们今天如果先排除掉就是高尔夫这件事情 我们把事情先变得很单纯 一个正常的情况 包括小孩子任何人 今天只是你给他一个棍子 要去他打这个沙袋 当然我们从这个方向 我们不说你要这样打 当然这样打是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先讲的是侧边 但是同样概念是一样的 我们就算今天从正面打 一定会是这样子打 拿起来 打 好 那我们讲侧边 我们会用到的力量 一定是来自于 手传导给杆头去打他 而这是一个自然的本能 所以你听听听听看这个声音 这力量是很大的 跟我有没有在转肩转腰是没有很大的关系的 那当然一定也有用到身体的力量 可是它并非是主导 所以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很多人在学习的时候 都被别人听 听别人说不要用手不要用手 就导致如果今天我们不用手 也想象要打出这么大声的话 基本上肯定是很困难的 所以一样我先用一只手形容 我的手都假如都不动 OK 我专注 我要去转身 这样子打 其实看起来我是非常累的 甚至我还会觉得我会受伤 因为我刻意不动我的手hold住 然后靠身体 那你说好 加一点点手肘好了 加转身像这样 力量是不是变比较大 可是重点在于 我是不是加上了什么 手 那当然加上手腕肯定会更大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当然你只要靠转身去做击球的力量 跟你有转身 但是重点在于 本身手的这个释放肝头的这个力量 肯定是不一样 所以不要再去思考着 手不要出力 我是不是身体的发力错误 我身体的力量是不是因为没做出来 所以导致没办法打很远 并不是 是你没有真正的把力量给释放掉 很多人都是只想着说 好 上肝 然后要下肝的时候 专注在身体出多大的力量 是不是身体要带动才会打得远 而忽略了手的力量 所以就变成只有转身 然后手不动 击到球就像是只是把它给推出去 我的形容就像是转身 然后手伸直推出去这个球 也会导致变成怎么样 你看 也会有学生问说 哎 教练为什么收不了肝 因为你把你的手都是hold住 靠身体去转动 去做击球 跟你有没有把自然人的本能 你去打着这个动作给做出来 而已经忽略了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转身带动 把这个力量给释放 打下去这个力量 碰 那自然而然 这样子你的肝头有释放 送收肝 相对的就会不一样 也会减少所谓的这样子hold住啊 你做不好的话 当然肌翅膀也会出现 可以去先用自己本身的直觉 协调做出来 然后再去做改变 去了解这些不同的差异 而不是永远都是打不好 啊 你手出力 打不好 你没转身 所以就导向到 每一个人都想着 好 手不要乱动 眼睛看着球 好 转肩 转腰 然后看起来 就像是一个机器人 那很明显的 你这一球打不远 其实就是因为你没有出力啊 对不对 而出力是什么 就是你本身如果以一个自然 你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你本身出力一定正常的 一定会想要这样子很用力打 这看起来就是一个本身的出力 先由自身的感受 再慢慢的去融入 试着什么要加 什么要不加 去调整差异 而不是一开始在学习的时候 你就被绑住 导致你失去了协调 跟本身的力量 所以教练常常说 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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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想法 你的想法 只要能够改变 你的动作 其实也会跟着改变 以上就是为今天各位分享的教训影片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下订阅栏 加分享 追踪我的粉丝 还有我的IG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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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